毛不易在华晨宇身上受的委屈 何炯帮他狠狠地缓慢 毛不易 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 毛不易用一首消愁让所有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首歌唱哭了扬命 让薛之谦直言想跪 锦衣周播放量就破译了 可就是这首风神之作 却被身为导师的华晨宇贬低的一文不止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因为你其实从始至终你的曲子 这就没有过过一次关 面对华晨宇无情点评 毛不易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因为自从他决定参加这个节目开始 早就料到会有今天的结局 相比较其他选手 毛不易既没有颜值 也没有背景 甚至一直在淘汰的边缘徘徊 似乎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其他人 好在薛之谦看出了他的才华 不惜赌上自己的前途 也要给毛不易一个计划 为了不辜负薛之谦的期待 毛不易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消闯》 结果没想到遭到了华晨宇的无情点评 而毛不易在华晨宇身上受的这些吻屈 主持人何炯替他狠狠地缓慢 在明日之子的一场PK赛中 华晨宇战队的三位选手 和李宇春战队的一位选手 同时进入了待定区 而唯一的一个晋级名额 就在新推官杨幂的手中 在场排新推官杨幂的手里 还有今晚最后一个九大场排候选人的名额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四位未晋级的同学当中 他要选择一个晋级 同时也意味着剩下的三位 将在此刻要离开我们的舞台 随后杨幂便将票投给了李宇春的学员 而华晨宇战队的三位学员也惨遭淘汰 面对这样的结局 华晨宇非常不服气 因为被淘汰的学员中 有一位是他最看重的选手 眼看自己最期待的选手要离开舞台 华晨宇瞬间红了眼泡 当即质疑起节目组的不公平 我觉得不公平 当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 华晨宇当众指责毛不易 如今却质疑节目的不公平 而他的委屈也引起了华晨的不满 仅用一番话 就让华晨宇哑口无言 每一位现场的观众 他们看到的 是我们看到的全部吗 他们凭借今天在舞台上 眼中喜欢的音乐 喜欢的歌手的表达 他就按下了这个按键 他问了自己的良心 可是这个结果就公平吗 所以可能还是 我们没有做到极致 何炯这番话不仅狠狠打脸了华晨宇 也替毛不易出了一口恶气 毕竟毛不易的实力 还轮不到华晨宇来点评 就算是听不懂歌词的日本天后 也会被华晨宇的歌声所打动 在2020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毛不易用一首一婚一素唱哭了无数台下观众 就连来自日本的国宝级歌手米西亚 都听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含义 然而就是这首差点唱哭日本天后的歌 却被现场500位大众评审提出了句 而这首歌正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一首歌 阿雅曾问他人生最难忘的一刻是什么时候 毛不易笑着说自己曾亲手送走了妈妈 毛不易成名前曾在一家医院当实习护士 没想到第一个送走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更让毛不易难过的是 他母亲临时之前都觉得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随后阿雅的一句话揭开了毛不易的心情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没有人是一个妈妈 他永远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他只是担心你没有办法照顾 他只是担心你没有办法照顾